上来第二决胜局的比赛还是有心理上的优势 这球马龙接发 其实今天打到这种 林高远拧拉得分 马龙侧身抢冲 3比2 这球马龙是批了一个林高远的中间 漂亮漂亮 相持打起来林高远的整个出手的速度还是更快 继续控制台内球抢扮出台 5比5 这球马龙 这球林高远还是有点可惜啊 正手的连续进攻出现了失误 马龙侧身 扑正手再回到反守位 反守推到中台去防守 林高远的正手连续出现了失误 哦好球 漂亮漂亮漂亮 这个球马龙也是多拍了几下 多调整了一下 发高抛的转不转 哇漂亮 打到自己最擅长最舒服的环节上来 接下来是个关键球 哇这球马龙的反守是一个顶防 防的一个回头球 这个防守是加着进攻性的 林高远冲的这个落点啊 冲的还是比较正 刚好是冲在了马龙 马龙侧有发球群 马龙侧有发球群 马龙的第二个发球 哇漂亮漂亮 这球林高远是正手直接上手了 马龙也是给自己的对手 也是队友鼓鼓掌 这时候林高远赶出手啊 不容易 拉了直线 反守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这时候其实林高远也是在和自己的内心去对抗 去博弈 继续控制台内 哇 哇太精彩了 这一分 两个人真的是有点打神了 拿下这一分之后 整场比赛 马龙还是发这个落点 回错了一个半出台 这个球错的 也许会是另外一个选择 马龙的第三个赛点 马龙却身抢攻 最后是13比11拿下了决胜局 从23比2战胜了林高远 跻身到本次亚锦赛南单的四强当中